第一個步驟就是 我怎樣用這些盆枝 插線條 今天用這隻啡泰鈴 你可以把它展成 不同的長度 你可以大約是 18吋 至24吋 都可以 最長的枝 可以長一點 大約24吋 然後每一枝 可以大約 接著我們 插今天 我們的高脂 這個要半脂 這個也是一樣半脂 用來做線條 接著我們現在要 高脂 多長 通常 大約三分二 左右就足夠 所以我們需要這枝花 大約16吋 16吋 已經可以了 16吋 將這一枝 差不多放在 盆花的中間位置 中間位置 16吋 每一枝之間的距離 大約是3吋 靠近焦點那些 就可以密一點 但這些上面 大約相距3吋 就可以了 好 第二枝 剛才是16吋 即是13吋 就可以了 好 我們將這一枝花 我們就可以放在 旁邊 旁邊 大約9點位 到 9點位 這個 我們要做一個L L的形狀 然後呢 我現在就可以放兩枝 我們今天用這些 白白盒 我們叫做主化 這兩枝來說 我們要的長度 就大約 你算是11吋 對 一枝11吋 另一枝來說 大約是9吋 11吋 和9吋 我們將這兩枝 我們可以這樣的 第一枝 你可以放在 這個 差不多是8點位 8點位 第二枝 你可以放在這個 5點位置 少少傾錢 少少傾錢 拿 幾塊 這些沙巴葉 你先在6點位置放一塊 6點位 另外呢 在這個旁邊 大塊 先放 大塊 9點位置 接著是各位 例如4點半 7點半 這些位置 我們先放置 至於 右邊3點 我們已經有6字葉 所以不間 也沒有所謂 好 放完之後 接著我們就可以放 其餘的花 再放一會 一會兒 放一會兒 放一會兒 中間這一部份 可以長一點 其他都是花与花之间 加少许米仔兰 左右的位置加少许 大致上我们将所有的柱花和本花都加了 这些柱子我会剪开 长长短短的剪开 大约长度是多少 你可以预计在这盘花 这个玫瑰的范围里面都可以 所以也不会太长 碎花大约预计 4吋至12吋 多个垃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